接着的地方消息来看到为了要解决壮维低洼地区长期淹水问题 第一河川局是投入了一亿多师座上大幅抽水站 工程已经在3月17号完工并也在今天进行试车 在第一河川局代理局长以及壮维乡长共同按下抽水机的启动扭后 上大幅抽水站开始进行试车 抽起来的水不断大量排出并且透过120公尺长的放流管排入大海 整体试车的成效还不错 今年起将投入转为低洼地区的防洪工作 那么上大五抽水站在玉田问底上大五这个地区的抽水站里面 它的进度最快 它施工品质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试抽 就是说在正式的验收之前 我们看一下它的功能到底是不是正常 当然我们第一次感谢我们的 感谢我们的水理师和我们的医合学这边 和我们众卫生一几年来做新南抽水站和商大湖抽水站 商大湖抽水站已经在今年已经使用了 今年商大湖应用的防洪池进行 因为现在都已经进攻 所以在今年防洪池应同也打稳转 因为每逢台风好雨上大湖地区积水无法排出 常遭受到淹水之苦 居民是苦不堪言 低河川局在去年投入了一亿九百万的经费 新建商大湖抽水站设置210公尺长的分红道 4CMS的抽水站以及地下推进放流管 工程已经在3月17号来完工 预计4月中旬就可以发挥抽水的功能 这个商大湖抽水站花了将近一亿 那它抽水量现在我们是UV总共有6个CMS 那保留一台UV的那个空间还没有放机器 那另外两台现在再抽这样子 商大湖抽水站完工 面对即将来临的台风季节 必能减少这个区域的淹水面积及时间 宜蘭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